OK 開始錄了吧 開始錄了 OK 大家好 我們今天 直接切錄主題 要更換的是這台 The Sea Tubic Thunderbolt 2的風扇 為什麼要更換風扇呢 因為如果你們都知道了 這台機器其實已經 將近七八年前的機器了 所以其實它的很多零件都會開始老化 那我最近才購入這台機器 那最近購入的話 它一定是二手的 二手的東西難免會有一些東西 不是原廠的 像是這個風扇 這個風扇是它原本裡面裝的 應該說前一任使用者裝的風扇 這個是台灣的牌子 叫Eda 那它的 排氣效果可能沒有很好 裝起來也不太順 重點是 很吵 所以想說 把它更新成原廠的風扇 那The Sea Tubic 它原廠的風扇是什麼呢 Tubic 原廠的風扇就是這個 眾所周知的貓頭鷹 Nactual風扇 奧地利的這個 咖啡色的這個品牌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教學 如何去更換 The Sea Tubic Thunderbolt 2 的風扇 其實更換這個很簡單 你只要把它轉過來 轉到它的背面 機器有點重 拿的時候自己要小心 對 它的背面有四根螺絲 就只有四根螺絲 只要準備一個六角板手 這個是我的 腳架的 配件的 工具包裡面 找出來的 所以照理說應該不會太困難 應該說我覺得這個工具應該不會取得上會有太大的難度 就把四根螺絲都寫下來 那其實因為我已經拆過裡面的風扇所以 我就不用再另外拔線 這一台大概是 The Sea的 硬碟機有風扇硬碟機裡面 數一數二好拆的機型 我覺得 這片鋼板就可以拿起來 就這樣 一片鋼板 就可以拿起來 就可以看到裡面這個結構 那我們就來把這個風扇 取出來 可以看到裡面有很多的 這個零件 但其實我們只需要用到這個風扇本體 然後再裏面上這個風扇的風扇 還要附個延長線 3pin 轉4pin 3pin 延長線 還有3pin 轉4pin 那你要記得買的尺寸是這個 6×6 乘以2.5 厚度是2.5 6×6 乘以2.5 那這個PIN是3PIN的FL-X 那我們就把它裝上去吧 估計應該可以 對了 有個東西 它裡面有四個 四個橡膠 這四個橡膠是從這個舊的風扇拆下來 它裡面鎖上去沒有用任何的弱勢 是直接用橡膠去做減震 所以先把橡膠套上去 對 簡單就可以卡上去了 不用任何的工具 捏一下把它卡進 卡進 所以這個看起來尺寸應該是買對了 因為它可以正確的卡進去 好確定這個東西是在後面 它們都會有箭頭的方向去顯示那個風的方向 然後 這個東西就是直接插進去 對 輕輕的把它壓進去就可以了 安裝上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度 那接下來就是怎麼去編排這個電線 看起來電線有一點 硬嗎 不然就是要繞 把這個拆下來 讓它繞這個線 繞完之後再把這個 剪正橡膠塞回去 塞回去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感覺有點繞 走啊走啊走啊 走啊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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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向走啊 但是我們現在還差一點點 要小心喔 避免它那個Cable斷掉 是可以折的嗎 再拿出來一次 這比我想像中難度還要高欸 靠北 這樣嗎 這樣會扯到那個 вообще是你的 蛇 好嗎 很不錯 很不夠 很不夠 好嘞 我們來看DJI Osmo的Pocket可以撐多久的電量 要硬乾下去 好嘞 實在是沒有這樣 試試看 讚 OK 我們把它鎖回去 哇操有點被 那你在裝的時候其實可以考慮看要不要拆掉 右邊這一塊護蓋 就是它原本的 線的夾具的護蓋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沒差啦 就讓它定位就好 沒想到現在會有太長的困擾 真的是完全沒有想到 希望線標被我折斷 不然就拒絕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沒有買過這種 我還截了風扇來 改裝過 這個其實人家說 也不算改裝吧 它只是把它回復到原廠的狀態 就是原廠它配備的這個風扇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不算改裝啊 只是把它換到 它原本應該配的 Nactual A26 把它鎖緊 不用鎖到太悲 怕它會崩掉 3 3就好 1 2 3 鎖緊之後鎖到3 1 2 3 它可能新的時候會比較硬吧 1 2 3 它可能新的時候會比較硬吧 再用1 不要太大力 寧願沒鎖緊也不要鎖到榜亞 記住我這句話 真的 有些東西有緊就好 OK 那我們現在就裝好 我們現在就來做插電測試 看它會不會真的轉